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秀气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Brain小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只比较热门以及比较难找的老力士 这个是一个表友入手的,我来帮忙看一下 所以借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咱们看看配置 老力士Digest日志41毫米 钢款蓝色坑纹表盘 配置Flooted白金牙圈和珠布里五珠表链 这种组合基本上算是日志41里面最难入手的款了 虽然说日志是老力士系列中的主流产品 可能多数表友都是从日志开始入手的 这里单一成分拿出来其实还好一些 但是把这几个因素及其在一只手表上就有一点困难了 主要是蓝色坑纹盘 这款表盘是2021年开始被老力士使用的 最开始的时候只是配备在渐进的日志上面 后来逐渐开始在钢款日志36和钢款日志41上开始使用 这款表盘在2024年4月停产 所以目前官方在售的坑纹盘日志已经没有了 想买的话可能就只能去找二级市场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其实这款坑纹盘在钢版日志41上好像只使用了不到一年就停产 所以其实产量是极其有限的 而且像我这位朋友买到的这只看起来是完全是全新的 原装的塑料膜都在 那这种情况呢就更是少是又少了 那当然他买的这个呢也是花了不少钱 但是还是要恭喜一下啊 从款式到层色呢在市场上都很难找到 赵丽还是说一下日志这个系列啊 那目前老力士日志41和36全线搭载老力士资产的33-35级薪 都能储备是70小时 如果你很喜欢蓝盘的话呢 目前只有蓝色调定款蓝色罗马字以及蓝色钻克是目前在售的 前两只工价是16950欧比 那加钻的是20100欧比 但是讲真啊 蓝盘和绿盘是日志里面最难买的颜色啊 虽然钻克贵了3000刀 但是如果有预算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入手 那下面左边这只呢是我日常佩戴的光圈好时代的蓝盘日志41 给大家对比看一下 OK那这期视频呢就暂时到这里 那这里是续游戏表 我是Bronin小布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